民進黨因為在國會是少數 贏不過國民黨跟民眾黨 OK寡不敵眾 所以民進黨會出一招 你們是法案 你們黨預算 你們是違憲 你們是毀憲亂政 這些大法官 大家出來看看這邊這幾個 好幾個非常多個 全部都是民進黨的 國會處理不了的事情 民進黨想硬幹的事情 全部都會上升到 憲法法庭來處理 翁曉玲提的這個 憲法訴訟法的修法 把這個門檻提高 從半數同意 改成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就是要來抵制你民進黨 就是要來拆你民進黨的台 就是來破你民進黨的招 國會改革無法嗎 國民黨民眾黨 歷經了流血又流汗 終於刪讀了 結果咧 現在大法官 一個命令下來 暫時處分 然後等判定是否違憲 下個月就要丟出來了 那你說看在國民黨眼裡 國民黨民眾黨跟 全體台灣人民 怎麼看嘛 看不下去了啦 各位 民進黨真的難看啦 在國會贏不了人 就想要從憲法法庭 來押制立法院 押制國民黨民眾黨 把國民黨跟民眾黨打 像落水狗一樣這樣打 那如果這樣的話 那都給你們講 都給你們 那法案都給你們寫就好啦 對不對 然後又很最後一句嘛 憲法的高度高於法律 對嗎 是這樣的嗎 所以國民黨也非常聰明嘛 像國民黨立委翁曉玲 今天我就覺得 真的要給他一個讚 太猛了啦 翁曉玲 太猛太猛了啦 給各位看一下啦 太猛了啦翁曉玲 我跟你講今天早上喔 要怪喔 民黨立委喔 你們未戰先降 為什麼要這樣跟你們講 你們知道表哥會輸嗎 對啊 有了會輸啊 所以今天國民黨啊 就提了一個 翁曉玲就提了一個修正案嘛 憲法訴訟法修正案 簡單來說啦 他希望修正的內容是 有關大法官釋憲 跟暫時處分的這個門檻規定 從現有的總額 過半數同意 他要改成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也就是說呢 你要申請釋憲也好 或申請暫時處分 你不再只是經過半數 就可以過關了 就可以釋憲 就可以暫時處分 你必須要全體大法官的 三分之二以上 那是代表什麼 你把門檻加高了 你把程序加延了 就是阻擋你民進黨 濫用憲法法庭 就這麼簡單 講直白話就是這麼簡單 沒有什麼好想說 他們到底要幹什麼 沒有這麼簡單 沒有這麼難啊 簡單來講啊 汪小林提的這個憲法訴訟法的修法 把這個門檻提高 從半數同意 改成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就是要來抵制你民進黨 就是要來拆你民進黨的臺 就是來破你民進黨的招 就是這麼簡單 這就是汪小林 所以我覺得對於汪小林 坦白講我非常欣賞 那結果今天 嗯 二讀啦 接下來就要送委員會了嘛 委員會審一審之後呢 如果沒有意外各位 絕對會三讀通過 絕對會 那你說這個過程當中 民進黨會不會又在阻擋 又在杯葛 我跟你們各位講 絕對會 我上天跟各位報告了 一直都要預告 上個會期 你看喔 掛採的掛採 流血的流血 送醫的送醫 躺抬著單價出來的 國民黨立委 不計其數 民進黨也是 先跟各位報告了 這個會期 會發生一模一樣的事情 你不要說我在恐嚇大家 這就是民進黨要的 說國民黨 民眾黨就是阿爸 就是暴力 結果不好意思講啊 搶議事人員公文的人是誰 民進黨立委 放氣球的人是誰 民進黨立委 試著拿水瓶丟韓國瑜的人是誰 民進黨立委 你說都是國民黨在亂 你們民眾 你們民進黨不亂嗎 夠亂了啦 我跟你講啊 跟各位講啊 夠亂了啦 而且啦 其實我覺得 國民黨提這個招喔 其實我覺得非常好 你知道為什麼嗎 除了避免 接下來民進黨濫用憲法法庭 他們這個招我覺得非常聰明啦 來跟各位看一下 來來來 爆開雙框謝謝 來 你這個一字排開 這個蕭美琴的潘孟安嘛 這個誰 這個姚立民 這個是前幾個禮拜 就是總統府提出的七位新的大法官 那當然呢 這個司法院的副院長 其中就是這個姚立民 把他放大一下啦 好 姚立民 大家應該對他不陌生 也不熟 也非常熟悉 簡單來講嘛 他就是個變色龍啊 一下藍 一下綠 一下柯 這就是姚立民 那你說這種人 適格當司法院副院長嗎 適格當大法官嗎 連民進黨立委 都對他擔任司法院的副院長 都有雜音了 都不滿了 都反對了 你跟我想說 這個名單送進立法院 立法院國民黨跟民眾黨會買單 怎麼可能啊 想太多了 所以我說 接下來10月31號之後 七名大法官 就是國會改革審議的是七名大法官 即將就要卸任了 那勢必得碰上空窗期 所以國民黨丟了這個 視線跟這個所謂的 這個暫時處分的資格門檻 把它提升 他這變相的是在 破民進黨的招嘛 你要談可以啊 但你們大法官麻煩 你們 你有沒有重新 再送一份名單進來 不然 姚立民你能接受 我是看不下去的 哈囉大家好 感謝您收看我們中天二台 用心製播的節目 喜歡的話也請給我們點鼓勵 幫我們按下訂閱加分享 並可以持續的在每個禮拜一到禮拜五 同一個時間 繼續的來收看我們精心製作的節目 那現在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個 我最近非常喜歡用的產品 那就是中天保養品牌 KS所推出的最新產品 KS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它的成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厲害 又避免藍光神盾的炸導直萃 能防禦環境裡的3C產品 以及各種光源 對於我們肌膚所造成的各種傷害 還添加了黃金海藻成分 幫助我們的肌膚持續的活化 繼續的維持年輕 而這支KS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呢 不論是在你出門的時候 或者是你出去遊玩到海邊 絕對都是非常必備的一上利器 365天呢天天抗光抗老化 選擇這支KS Royal Care皇家呵護系列的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讓你防曬隔離一次解決 抗光凝露一瓶就能搞定 您的保養日常就交給KS吧 好了一定很多朋友會問說 這擦起來到底會不會像 坊間的這個防曬乳啊 有點黏黏的或者是有點不舒服的感覺 放心放心完全不會 因為這支產品喔 它擦起來的感覺真的是非常的清爽 而且完全不黏膩喔 不含商料啊 所以這個兒童孕婦甚至全家人喔 都可以來使用 呵護您呵護全家人 新到快點GO下單 記得輸入推薦代碼 852張賞友 更多折扣喔 哦 是的 opened 潮 York 李 伯 lado 李 叔 我 在